那一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说假如你要抓其他类骨 因为像现在 我们只有水泥抓下来 那如果说你要把其他类骨抓下来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有没有 只需要把这个名称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 这边的程式稍微修改一下 改哪里呢 这个是一个字串 那也就是你甚至可以跑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 第一个就先抓这个 把这个储存隔的东西放到这里 然后换下一个就食品 食品再下一个 不就是 一直一直往下 所以整个那个类骨可以用IE物件 就全部抓下来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 我大概这个提供各位参考 我demo就是demo水泥 至于其他的话 底下的部分 请各位事情再完成好了 OK 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这个范例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 除了说 那个 Excel里面的从web功能 可以抓网络资料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用IE物件 不过IE物件 难度其实还是有一点 所以呢 我又把 我做好的那个程式放在云端上 如果你不熟没关系 你先call我的程式码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但是你至少你要知道说改哪些地方也可以达到你要的那个效果 OK 因为这个其实难度是一定有的 所以如果你水泥类骨抓得下来 那请各位试着再把其他类骨 看你是要怎么样 自己可以想想看 几种做法 要不就是说你可以把水泥放一个 放一个工作表 然后食品放一个 塑胶放一个 但是你变成你要把之前学过的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加进来 然后再把什么 把下载一个 放一个 下载放一个 诶程式 有点像我们之前 在那个分割工作表那种做法 OK 或者另外一个 就是我要把当日行情全部都放一个工作表 对不对 可以啊 你就一直往下抓 反正他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所以两个方法 一个是把 每一个类骨放在个别工作表 一个是把 所有类骨 放在一个工作表 不过细节部分 请各位自行完成好了 因为说我看后面 这个恐怕复杂度会非常的高 其实这种东西其实蛮花时间的 但程式并不复杂 我底下 主要就是先抓table 再抓TR 再抓里面的储存格 储存格又分成是蓝的储存格 跟一般储存格 大概是这样子 程式上面呢 我也有加上注解 所以细节部分 请各位呢 自行再去参考一下 并且做一些其他的练解 这个 用IE物件来抓的好处 就是 理论上 比较不会有太多的限制 OK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 很完善呢 其实我跟各位讲 倒也还好 还好 如果说你要真的 比较妥善的 又比较没什么问题 抓网络资料 我还是建议你干脆 可以学一下那个Python的网络爬虫 可能 会 会更 更方便一些 但是呢 又可能还是会另外一个 关卡 就是你可能还要再学一个Python OK 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用IE物件去截取网络资料的部分 稍微做了练习 那待会的话呢